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海活动之际 一张貌似中国054导弹护卫舰在南海逼出美军核潜艇的卫星照片 成了网上的热点 据外国网站的描述 4月14号的商业卫星拍下了南海中美舰艇较量的精彩场面 主角包括辽兼号航母054A导弹护卫舰和一艘核潜艇 网友分析这艘核潜艇体积和尾部的水迹 确认这是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 普遍的观点认为如果这张照片是真的 那意味着美军攻击核潜艇与辽宁舰航母战斗群不期而遇 甚至上演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最后被054A逼出了水面 这样的消息来让很多人欢迎鼓舞 但是理性分析一下就知道这是个假的 美国的攻击核潜艇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首先美军潜艇不会这么傻乎乎的出现在南海水域 更不会轻易上浮 我们要知道南海的水下的较量只会比水面更加激烈 如果美军核攻击潜艇在南海遭遇与中国航母编队 而且主动上前挑衅 那是有可能被逼出来的 问题是美军潜艇不会这么傻 南海毕竟是中国家门口 这里面部署有中国先进的 中国水下的探测和监控的系统 潜艇在和平时期闯入对方边队 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挑衅行为 因此美军核潜艇有可能在南海活动 但是贸然敞入中国航母战斗群附近的可能性非常小 当然如果美军核潜艇真这么干 在055、052D和054这些带刀护卫的围剿之下 那么美军的核潜艇将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其次就算是美军攻击核潜艇 遇到了中国航母战斗群以后上浮了 原因也并不是网友们分析这么乐观 要知道攻击核潜艇是不需要换气的 速度也非常高 就算是被反潜机或舰艇压迫 在和平时期知道对方不会开口 因此他不会理你的 根本没必要上浮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美军核潜艇 就不会那么容易上浮 如果上浮的真是美军的核潜艇的话 更有可能是一种有恃无恐的主动上浮的威慑 并不值得把你这么高兴 最后反潜能力应该说是目前我们的一个短板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美军核潜艇的威胁 特别是对中国统一大业的威胁 解放军的反潜力量一直是存在一些短板弱项 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的反潜行动机 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批量装备 发现自己相对性能较差的潜艇 都有一定的难度 要想发现美军的核潜艇可能还难得会更大 我们对这个情况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美军的富吉尼亚级的核潜艇拥有超强的静音水平 除了采用伏法式的减震模块以外 还有弹性减震基座主机和蹦推之外 它的挺身还有600个噪音侦测器 可以主动降噪的 它航行时候的噪音只有95分贝 而海洋的背景噪音是90分贝 从技术角度看 我们的航母编队要想发现它跟踪 并且将它逼出来的难度是很大的 由于航母编队的航线很容易判断 如果是在战时状态的话 美军攻击核潜艇有可能采用伏吉的战术 对不起来更加困难 也就是说 就算美军核潜艇在中国航母编队附近上浮了 也并不值得我们欢喜 根据外国网友提供的另一张更清晰的卫星照片 证明中国航母编队在南海逼出美军核潜艇是个乌龙事件 实际上是一艘美国的阿利伯克级的驱舟舰 试图接近靠近辽宁舰的时候 遇到了中国一艘052D型驱舟舰的拦截 中国大陆要武力统一台湾 面临最大的麻烦就是美军的干涉 那我们不得不考虑 美军航母和官岛基地都在东风快递的打击之下 而攻击核潜艇在台湾东部海域发射潜航导弹 攻击我们的两栖边队 被认为是美军最可靠的武力干涉手段 我们中国海空军近年来不断的增强 在台湾西南和东部的活动 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阻结美军的干涉 受台湾中央三脉的阻挡 中国大陆的地面雷达 在预警美军来自官岛的战略轰炸机方面 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需要有航母编队 进入到台湾以东洋面进行拦截 对付美军攻击核潜艇发射潜航导弹 是蒋军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中 难度较大的课题 当然美军核潜艇也不是无敌的 要想对付核潜艇 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发展航母编队和反潜力量 未来蒋军航母编队必然会拿下台湾东部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将台湾岛变成大陆的内海岛屿 为抗击潜艇 潜射的西方导弹提供足够的战略纵深 中国还需要在台湾东部海域部署水下监听网络系统 大力的发展先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 先进的反潜行逻机 反潜护卫舰和反潜直升机 通过体系反潜力量掌控水下作战的主动权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